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尸身关系 他们竟然要用抛硬币的方式 决定谁去溶解尸体 谁去干掉一个活生生的人 结果老白运气稍微差了点 抽到了第二个任务 这让一直教书育人的老白如何下手 但愿赌就要服输 他拿了把刀 又拿起一个铁锤 比划了一下 感觉太残忍了 应该给对方一个痛快 突然他响起自己带回来的手枪 也不行 这东西声音太大 枪声一响就会被人发现 随后他带着一个塑料袋来到地下室 想要将他悄无声息地闷死在这 可刚下来 却发现小八已经醒了过来 老白被吓得连忙跑上二楼 另一边 小粉为了溶解尸体 去商场购买具锡材质的塑料盆 找到后又亲自进去体验了一下 感觉不够大 根本就装不下一具尸体 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老白被他蠢哭了 告诉他一个不够难道不能买两个吗 但话又说回来 他自己也是毫无进展 两人一顿忙活结果啥也没干成 看了看时间 老白表示今天约好了陪妻子去产检 他保证明天肯定手刃小八 小粉无语了 看来老师的话也不能全信 但他不能再拖 现在天气炎热 尸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 一旦被外人发现必定会引来麻烦 于是他将尸体抬到二楼 可化学不及格的他 忘了老白叮嘱自己的话 想要用氢浮酸溶解尸体 必须要用锯锡塑料盆 只见他将尸体扔进浴缸 再倒进强酸溶解 强大的腐蚀性瞬间冒起无数白炮 戴着防毒面具差点都没忍住吐出来 当老白回来后 听到他把尸体放进浴缸溶解愣在原地 这傻小子竟然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他连忙来到浴缸下方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天花板已经被强酸腐蚀 下一秒 老白告诉他 氢浮酸不会腐蚀塑料容器 但会溶掉你没该死的浴缸和天花板 这也是小粉自辍学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知识的力量 可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血液伴随着强酸渗透到地下室 小八看到楼上掉落的液体 便知道自己的表弟已经遇难 他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然而此时楼上的两人也吵了起来 小粉表示自己的活已经干完了 你却始终对小八下不去手 说完一溜烟离开了这里 留下老白一个人不知所措 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给他一些合理建议 随后他拿了一份三明治来到地下室 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重重摔到地上 盘子也碎了一地 不知过了多久 老白终于清醒 他收拾好地上的残渣 将它们扔进垃圾桶 转过身又重新做了一份 顺便拿了几罐皮皮 再次返回地下室 两人聊得非常投机 从上学聊到家庭 身为教师的老白也十分感情 彼此还有互相认识的人 甚至萌生初放掉小八的念头 老白准备上楼去拿钥匙 可就当他把一拉罐扔进垃圾桶时 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事情 他将垃圾桶里的盘子碎片翻了出来 将它们放到桌子上进行拼凑 果不其然 少了其中最锋利的一部分 本想放他一马的老白愣住 但随之而来的 只有无尽的杀影